那人与人相处啊 只要你遵守 一个好的方法 叫试色法 一定能与人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是人际关系法 第一个 叫布施 换作现在的话 叫做多请客 多送礼 所以夫妻之间 假如常常可以 馈赠一些小礼物 太太的心中就会觉得 哇这个先生走到哪 都会想到我 所以我们出差的时候 绝对啊 什么都可以忘 不能忘记帮太太 买个小礼物 那你不可以一买就买一个珍珠 这样会受不了 礼亲啊 情义重 那刚好太太生日了 或者结婚纪念日啊 就要带太太啊 去吃个馆子 说哎呀你煮饭真辛苦 来我们去吃馆子 你这一份心意啊 会让他觉得付出 很值得 第二个是爱语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话 多给予对方啊 肯定 多给予对方啊 一些安慰的言语 当然啊 这个爱语不见得 都是好听的话 爱啊 是真心关怀对方 那我们当太太的 要能相夫啊 教职 所以面对先生 有一些过失啊 我们也要给予规劝 当然规劝啊 也要注意态度 注意方法 应该用什么态度 地时规 有没有教 所以地时规 能不能解决夫妻问题 可以啊 你看 善相劝 得皆见 见人善 即时起 那你都看对方的优点 他就很喜悦嘛 再来恩欲报 怨欲望 你时时都想着 太太的辛劳 先生的辛劳 那关系一定很好 那牙齿跟舌头都会咬到啊 更何况是夫妻 怎么可能没有摩擦 但是你不往心里去 怨欲望 所以 诸位朋友 不要小看地时规 可以解决你人生 各种 问题 所以爱语 也包含 规劝 对方 再来 例行 例行 因为啊 人 往往啊 会望东 望西 那我们常常啊 帮 对方记住一些重要的事 他可能突然会觉得 哎呦 幸好你帮我记住了 不然可能啊 我到时候 不知道要 多花多少 冤枉的时间 跟金钱 就是时时处处啊 想着如何 方便对方 利益对方 比方说 今天先生刚好 上班比较晚回来 那我们要表达心意 就要把走廊的灯啊 打亮 让他不会觉得 回家呢 乌七妈黑的 然后呢 在桌上写一张 字条 写着 我帮你煮了一碗面 辛苦了 吃完再睡觉 是吧 这样也是例行啊 让他觉得 他工作再辛劳 都有一个人啊 陪伴着他 最后一个 同事 夫妻 共同 有什么事业啊 家业嘛 把家庭经营好 把下一代啊 教育好 所以夫妻常常能够就 孩子的教育 多做 沟通 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 是很多家长 觉得 比较需要 突破的问题 那我们在 把这些正确观念 跟另外一半讲啊 态度也不能太强势 你可不能 跟你先生 回去之后说 从今天开始 教育孩子 你都要听我的 可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啊 你不能说 我已经听过 蔡老师讲课了 以后都听我的 你假如这样啊 我以后不敢来了 因为我走在路上 可能会有人过来说 你是不是蔡老师 我一定会说 我不是啊 因为他已经有杀气过来 所以同事要建立 共同的 正确观念 我们可以透过啊 一些像杨老师的 带 带子 地址带子 或者我在香港 有路的带 慢慢一起建立 共识 好 那这一节课 先上到这边 谢谢 谢谢